Hello, 歡迎再次回到HQ2多里 又是我阿榮 今個禮拜會做Cinema 4D 之前提出了不同的Cinema 4D Rendering 在我的Facebook 大家會比較喜歡這個 所以今天會教大家怎樣做 這個其實很簡單 今天會用Cinema 4D R20 版本的新功能 所以記得要用R20 如果用R19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留下 如果有多人的話 我會做R19版本 準備開始了 打開Cinema 4D 開新法路程 首先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模特兒 我會模特兒我的Logo 我的Logo很簡單 就是一個六角形 我們會用Cylinder 它是六角形 Radius是50 高度大約是80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形狀 然後CAP 一個Segment 然後按C按Editable 看到不同了 然後用Point Mode 選擇了中間這一點 折向上 這樣就造成Logo的屋頂 我們可以上一點 大概是這樣 好 接著我們就需要在中間切開 怎樣切開呢 我會用Cube 記得去左邊 我們去一個 這個叫Object Mode 這樣就縮小 把它切開 把Cutter 把Cutter 放在正的位置 好 它現在是四方形 我們可以怎樣令它弧形呢 在Cube 我們有一個叫Fillet 的選擇 鍵了它 這樣就可以調整到圓邊 可以這樣切開 我們有兩種選擇 可以切開 稍微示範一下 如果是舊版本 就會用Boolean 的Object 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 Boolean 放進去 調整 尺寸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 這樣的Object 我們先看看 它會幫我們 製造一個這樣的Object 很清潔的 很靚仔的 Object 但是 這次不會用這個Object 因為我這次需要的 模特兒 我會用布料模擬 用Cloft simulation 所以Cloft simulation 需要多一些 Geometry 才會靚仔 所以我們可以示範一下 Cinema 4D R20的新功能 就是 Volume Builder 在CREATE CREATE CREATE VOLUME 這裡可以看到 VOLUME 在這裡可以看到 VOLUME BUILDER VOLUME BUILDER 其實就是 根據 OpenVDB 的方法來做 它就是 你可以當它是 3D的Pixel 看到它現在是 一格一格的 其實它就是 用來計算 物件的體積 計算完體積之後 它就會 根據不同的 它有一個 RESOLUTION VOLUME 現在是10CM 即每10CM 就為之一格 它去到計算 我們可以 按低一點 我們可以高清一點 例如2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模特兒 會越來越細節 首先 它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下面有不同的Object 我們就可以 好像Layer 這裡有Layer 我們可以看到 YOULEAN 即是它是Combine 同一個 或者是Subtract 即是上面那個 減下面那個 或者是 Intersect 即是它是雙交的 那個 OK 當然是需要 把Cube Subtract 這樣就減了 這扇門 用這個 和用BOOLEAN 有什麼好處 就是 因為它多了很多 其他的 我們可以再改變 它的工具 例如 首先 我們剛才這部 Volume Builder 它還不算是Pix 還不算是Polygon 我們就有個Mesh 它就會 變成Volume 做Mesh 做Polygon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很Dance 它是很密的 它是很密的 但是 我們有些不同的Option 可以做到 例如 我們可以安排Smooth Object Smooth Layer 它就會看到 它會幫我們 把邊緣 自動 調整軟 在Smooth Layer 裡面 也有不同的Option 我們按一按Smooth Layer 下面 就會看到 有 Filter Type 最基本就是 Glossian 還有Mint 一邊數下去 基本上 就是 Glo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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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用 Glossian Glossian 我估計 另外 我希望 Glo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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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Volume Builder 有一個好處 就是 所有的都 是四角形 全部都是四角形 不會有三角形 可以 但現在中間的 那些太密 可以在Mesh 有些不同的 不同的設計 可以做 我先調整顯示範圖 首先,我們可以試後再調整範圖的大小 它可以再縮窄一點,或者放大一點 接著有Addective,這個很重要 如果我們把Addective提高的話 我們去Ground 它會自動幫助零 它就會沒有Addective 所有東西都是平均 如果我們調整一點Addective 它會自動幫助零 這些邊位就會少了很多 它看到是平面的就會比較少 它看到是圓的就會比較多 這個剛好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因為待會我們做過Cloft simulation 就是越多 Polygon 它就會變得更好的 所以越可以調整很多 它就會幫助我們減低 我們只需要少少 所以只需要1%就可以了 好,我們這一刻已經完成了 這個模特兒 好處是我們現在還可以再變 例如,我剃個洞不夠深 我想再剃深一點 這樣就可以把它移進去 好,又改好了 好,我們改好這個模特兒 因為它做好Polygon之後 它每個Frame都要再Rang 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會 Wi-click它 選擇 Current State to Object 好,這一刻 它就是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模特兒 變成一個純Polygon 即是它幫我做好Polygon 它就不是Volume Mesh 但Volume Mesh 我們都想留下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喜歡用Layer 所以就去Layer 如果不見的話 就可以在Windows 應該會找 不然可以去Layer 選擇Startup 應該會有Layer 我們就選擇Layer 這個Layer 這個Layer 叫做Backup 我喜歡把所有Backup的東西放進去 我們就選擇所有Layer Wi-click 然後就Add to Layer 然後在Backup 這裡我們就關掉眼睛 關掉Render 也可以關掉它 好 我們就會 用Layer 和我剛才那樣 如果有用Central 4D 就知道這裡有兩點 一個是 Vue Port 一個是Render 一個是Vue Port 一個是Vue Port 一個是Render 跟紅了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 如果我在Layer 在Layer層上關掉Render 每個Frame 就是完全承認它 不會計算的 但是 如果我正在這裡 紅了它 其實Central 4D 一樣會去計算 只不過它不會出現 所以就用Layer 去隱藏它 就方便 好了 我們有 一個在這裡 我們就 改一下名字 例如這個叫 Day Mesh OK 我們就可以開始 做我們的Simulation 首先 我們就需要一個 背部 把背部 放在Layer層上 我先挑選幾個 這是背部 來的 好 把背部 放在Layer層上 背面 我們就 Ctrl C 可以打到 Cmd 我們是用的 Coth Tad OK 打擊 所以就加上Croftech Croftech是一個布料模擬 首先要轉型 如果我們現在玩的話 會發現 物件的標誌會跌下去 因為Croftech的力量有Graphity 現在是-9.81 所以它會向下跌 但可能是需要的 先不要理會它 Croftech也有不同的設定 例如它有多硬 會不會有橡膠的特性 會不會有彈性 會不會有彈性 它的摩擦力是多少 還有它的尺寸 還有它的尺寸 有些東西可以玩 例如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如果我把FORCE變成0 但是我們把Tek的尺寸變成80 那麼如果我們揮揮的話 就會發現它會幫我們 這樣收起來 因為它的尺寸是80 原本是100 如果一百的話 它就應該不會變 所以我們就會利用這些數字去存 但今天呢 我們就會用另一個方法 我們就用全面加地上 放低一點 先把把墊子弄一段 然後需要把墊子弄一段 把墊子弄一段 先把墊子弄一段 把墊子弄一段 因為需要墊子弄一段 我會希望模擬墊子弄一段 然後把它放平 然後才把墊子弄一段 pliers 扭曲 下一個墊子弄一段 然後墊子弄一段 在高度墊子弄一段 横圈 之後可以把墊子弄一段 再來用墊子弄一段 但這次我們需要墊子弄一段 墊子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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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墊子弄一段 便會把墊子弄在墊子上 這樣就明白了 OK 大家就會疾機 所以通常我們會很少按Play 如果你的手機很快的話 你可能會沒那麼疾機 我們有什麼方法令到它沒那麼疾? 我們在Cloftec上 其實在Dresser上 有一個叫Relax的按鈕 它就可以不用按Play 就這樣幫我們行動 我們的Simulation 例如我現在RELAX 是10 我可能會5Frame 這個是Frame 我們RELAX 5Frame 我們要幫我們行動5Frame 因為我現在在錄鏡 可能會慢一點 我們就再RELAX 5Frame OK 假設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 可能我會再RELAX 5Frame 讓它再充滿一點 好了 我們就拍片了 拍片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右按 我們就... CurrentState to Object 這個就是我們的... 第一個Stage 我們叫做Stage 1 可以拔掉Cloftec 我們先把Base... 先把Base... 把Base... 就可以在Cloftec 把Base... 放開Base... 放開Base... 現在就變成原本的樣子 那如果... 這個時候你想再... 改一點點的東西 再... 把它模擬做另一種東西 那你可以再... 模擬啦 例如... 把Base... 我們把Base... 我們把Base... 先把Base... 把Base... 把它拉走 好... 我們放開一下 這樣它就會... 看到它... 就會... 鬆... 這樣... 崩脹了 但這個... 未必是我們今天想做的效果 但你可以... 自由去試一下 你可以... 崩脹它 縮小它 或者是加一些... Win Direction 先把Base... 這個... 也是... CurrentState to Object 這個就是我們的... Stage 2 OK... 我們就有兩個... Stage 2 這件事...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 Stage 2 Cmd C 我們就會加一個... Tag 這個就是... Post Mor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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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 有些... Polygon 即是有些... 有個Object 想由一個姿勢換成... 第二個姿勢 我們就可以用Post Morph 這個Tag 來做 我們就... 首先... 我們選了... 我們要混合什麼呢? 我們要混合... 這些... Poins OK... 接著我們... 我們就可以把... Stage 1 Drop 上去... Absolute 或 Relative 我們要... Relative OK... 我們先關掉... Base Mesh 現在看到... Stage 2 在... Morph 這個... 我們就可以... Animate 下面這個... 轉換兩個... 不同的Stage 1 OK... 但是... 這樣... 很悶的... 所以... 我們會用... 第二種方法的... 我們就會... 在... Evator 找一個... Morph 把它拉到... Stage 2 就會看到... 這個Tag... 原本就已經把... Morph 把Post Morph 這個... 我們就可以直接... Animate... 我們的Post Morph 這個...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加個... Fall Off 例如是... 我們加個... Linear的Fall Off 我們就... 有個...Linear的Fall Off 這裏... 這裏... 也是... R20的新功能 來的... 等一下... 我是否調轉了... Morph 這裏... 首先... 我們先轉為Anime OK... 我們現在... 我們來一次... 來一次... 首先... Morph 就轉為Anime 因為...Edit Mode 就不會... 讓你做任何事情 轉為Anime 這個Morph 去我們的Morph 那裏... 我們加一個... Linear的Fall 在Fall Off 這裏... 以前... 我們會在... Morph Graph 那裏... 在... R20 就多了一個... Fall的功能 這個是十分之強大的功能 那裏... 可以幫我們... Linear 一些... Fall 你現在看到... 這個... Linear 那裏... 不單是... 好像在... R19 或者以前那樣... 是跟死... 這個Effector 那裏... 是一個獨立的Object 甚至乎... 可以把它拔出來 這樣... 它就... 可以... 有自己獨立的... Actual 也都可以... 幾個... 幾個Object... 同一時間... Share 這樣... 那裏... 反過來... 現在呢... 我們只要... Anime 這個... 這個Linear Field 我們就可以了 當然啦... 你不喜歡Linear Field 你可以做... Radio 或者是其他Field 例如... 例如... Radio Field 我們可以... 例如... 我們要轉一個... Cylinder 我們就可以... 做一個... Cylinder Field OK... 我們就可以... 做一個... Cylinder Field 你可以做你想要的... 那... 我這次呢... 就會用一個... Linear Field OK... 好... 那... 改回名字... 這個叫做... Grow Field 好... 接著呢... 我們就... 希望... 再多一個... 轉動的動作啦... 因為... 它現在只是... 崩起了... 但是... 它不會Rotate的... 所以... 我們就... Shift C... 我們搜尋... 我們需要... 一個... 一個... 最常用的... 以前... 沒有... 沒有Field 之前... 都需要... 很多不同的... 但... 現在有Field 之後... 很多時候... 我們都可以用... Pain Effector 去處理... 嗯... 我們... 首先呢... 要將... Deformer... 轉為... Object OK... 接著... 我們去Parameter 裡... 我們不需要... 我們需要... Rotation 應該是-90 對啦... 它就動直了... 好了... 現在動直了... 我們就去... 我們一樣... 我們加回... Linear Field 又是將... Deformer 上去啦... 待會就知道... 為何要將...Deformer 上去啦... 那麼呢... 我們就... Rotate 它啦... 好... 我們就可以... 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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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啦... 好... 我們就有... 這兩個... 就可以... OK... 我... 先把線... 做Ground Shading 對了... 我們就... Animation 簡單... 就可以做到啦... OK... 我們先放在這裡... 接著呢... 但呢... 現在呢... 應該會留意到就是... 嗯... 我先把Parameter 關掉... 好... 現在應該會留意到就是... 它的Polygon 呢... 不是很夠數的... 如果我們在Render 出來... 看到它... 不是很Smooth的...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呢... 有... Subsurface的嘛... 我們就... 一張... Stage 2 這個呢... 就放在它... Subsurface... OK... 這樣看到它就會更順暢... 嗯... 在它... 扁的時候呢... 就更加明顯的... OK... 如果我關掉... 你會看到... 就會爆邊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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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暫時可以... 嗯... 我們在... subsurface的Editor 的時候... 按低一點... 先... OK... 那... 真的Render 的時候呢... 就是... 3次... 這樣... 在Editor 的時候... 一次就行了... 我們希望快一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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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這一部分之後呢... 我們就... 好... 嗯... 接著我們可以做的呢... 看看... 嗯... 嗯... 接著我們可以做的呢... 接著就試一下一個... 嗯... 因為呢... 現在的Animation... 現在... 假設我這樣Player... 你看到它很生牙的... 對不對... 我們一希望就加多些Movement來給它... 所以呢... 我首先就... 嗯... 我做個... 簡單Animation先... 把這兩個... 包成一個... Object 我們就可以... 簡單的Animation 它啦... 我們... 例如... 是... 去到... 50Frame 那... 就過來了... OK... 嗯... 我們不要Animation 這個... 因為我們最後呢... 會Animation Stage OK... 那就... 真的Animation Stage 那我們就... 順便... 好... 我們先拉大這個... 底線 好了... 好了... 好... 讓它更好看一點 我們先做一隻... 材料先啦... 就隨便剪一隻... 橙色我們稍後再慢慢... 先拉到我們Stage 2 那裡... 好... 現在有隻顏色啦... 加多隻顏色就是... 這個... 底啦... 好... 那就... 容易看一點啦... 嗯...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順便做一個... 好... 好... 這次呢... 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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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著那個... 這次呢... 我們就希望做一個... Iso Morphic 的... 所以就... 轉做... Iso Morphic 先... 好... 好了... 那就轉做... Iso Morphic 啦... 那... 大家經常見到... 那些... 因為它是... 永遠平衡的... 沒有消失點的... 一種... Render 的方法啦... 我們就... 先放好... 陣子... 同一時間呢... 就調整我們的... resolution 先... 我們就是... 1280x1280... 嗯... 嗯... 1280x1280... 它是一個... 正方形的Render... 我們這次做這個... 好... 稍微... 好了... OK...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的... 就... 調好... 先... 好... 我們... 關掉操控器... 稍微... 把操控器... 調好... 啊... 先... 把操控器... 操控器... 180度... 好... 好... 我們的Stage 2... 就要... 移回上... 它本身要... 轉180度... 移回上... 好... 先... 好... 然後我們的操控器... 先把操控器... 它就是... 應該在... 大約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就... Anime... 我們的Stage... 好了... 首先... 第一個Frame... 我們就會... Anime... Z... 按一下... Z... 然後... 到60fps... 我們就把它移向前... 大約是... 這個位置... 我們又會... 按一下... 好... 然後... 我們就... 希望... Anime... 它離開... 所以... 90fps... 它就會... 走了... 再按一下... Z... 好... 我們就可以... 去第一個Frame... 然後... 來看一下... 好... Play... 好... 看到... 現在就會Anime... 但... 有點硬碰碰... 所以... 我們就需要... 做少少... 調整的... 首先... 就是... 60fps... 嗯... 我們希望... 過多幾個Frame... 它會稍微... 停一會... 所以... 就... Copy... Z... 稍微... 停幾個Frame... Place... 加上... Keyframe... 好... 然後...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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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好... 它就會稍微... 停一停... 但... 現在的Animation... 尤其是... 在中間... 轉長這個位置... 很生硬的... 很不自然的... 所以... 我們就會... 加多一個Deformer... 下去... 就是... Jiggle... Drop... 好... save一下... 然後... 我們就可以... Jiggle... Drop... 會幫我們... Smooth... 整個Transition... 你會看到呢... 現在呢... OK... 它就會將... 整個... Animation... 就是... 順利一點的... 例如... 它會幫我們... 加一些... 震... 或者... 我們在... Jiggle... 我們可以加... 少許... 例如... Structure... 我們可以降低一點... Stift... 就是... 它的... 有多... 硬正... OK... 我們可以... 將...Drop... 加少許... 再...Play... 來看一下... OK... 看到... 尾巴這個位... 它就會... 容易一點... OK... 再...Play... 多次... 嗯... 我想... 就是...Drop... 我們試一下降低一點... 也... 可以... 按下... String... 或者... 你希望... 它變形再多一點... 你可以... 將...Structure... 降低一點... OK... 我... 希望... 將...Structure... 再降低一點... OK... 尾巴這個位... 就... 順利一點... 好... 這個Animation... 我喜歡啦... 我們就可以... 再去... 我們的下一步... 下一步... 我們就... 開始做... Lighting的東西啦... OK... Lighting... 首先... 拔走... Camera... 接著... 就是... 我會... 拔走... 因為... 當你要... 做Lighting... 需要... 可能... 可能... 需要... 60 frame... 我需要... 動靜... 如果... 已經開著... Jiggle... 可能... 有時... 會... 停在中間... 因為... 有一個Jiggle... 所以... 就... 拔走... 最後... 再開... 好... 看看... 橙色這個... 我們... Refractance... 先把... Refractance... 調低一點... 然後... 將... Specular Height... 調高一點... 然後... 加一個... 加一個... Bagman... 記得... 就變回... 不... 然後... Final... 放一隻... Electric... Milk... 好... 我們就... 基本搞定一隻... 地下... 就這樣... 普通的就OK了... 不需要... 不需要... 我們就... 設置一個... 簡單的燈... 我們就會... 調整個... Area... 好... 那... 我的影片... 就是一個... 簡單的... 3 Point Lighting... 來的... 第一個... 然後... 就有... 另一個... 在... 在... 後面... 然後... 再補一個... 在前面... 很簡單的... 3點... Lighting來的... 我喜歡... 有少少... Color... 的... 那... 後面的燈... 我會稍為... 藍色... 嗯... 旁邊的燈... 稍為... 黃色... 那... 前面的燈... 就是白一點的... 純粹是補光來的... 我會調低一點的... 那... 我們就... 打開... Render... 出來... 好... 明顯... 我的燈... 可以調光一點... 可以調光一點... 嗯... 就調光一點... 藍光的... 可以調光一點... 好... 好... 那... 我看到...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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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嗯... 應該照到了... 這裡... 好... 這裡... 高一點... 因為... 我的鏡頭... 是... 高... 的... 太低... 就... 看不到...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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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邊... 就... 還... 這樣... 可以... 就... 這樣... 就...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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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一點... 好... 好... OK... 嗯... 再... 對過一點... 我們可以... 縮小一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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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呢... 我們可以把... 我們可以開個... 整個... 聯網中探訊出來... 好... 方便我們... 調理... 看看... 應該是... 這個... specular呢... 要再高一點... 再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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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放一點 Shadow Area Shadow 大約這樣 後面的燈 我想再煎一點 再煎一點 再煎一點 前面的燈 也要煎一點 後面的燈 也想把Shadow 兩邊的燈 旁邊的燈 也要把Shadow 看看中間的燈 會是怎樣 接著可以處理地下 地下 拉大一點 最後放了幾個石蓋 所以稍微按下 然後 我們會做 有幾個做法 可以做的 我那時候 就是直接用一個 一個 很低的 然後就是 去裝作 這樣就方便一點 好 來自拍 按著 3個都過了 接著我會把一個都放出來 轉動 180度 放到尾上 很簡單就完成了 背景 接著 組成 全部都放進去 再重新 距離可以再調校一下 現在有少許凌空 都不錯 最後 加上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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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會增實 自然 看回你自己 希望怎樣做 因為未必需要AO 看來未必需要AO 最後可以 可以 記得 Render 之前 再打開Jiggle 這樣就可以 把Jiggle 最後的完成品 其實跟這個很接近 不過 唯一的分別 就是 我加了幾個 用來做Loop Loop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Dubricate 然後 解決時間 有些是 早點播 有些是遲些播 令它變成 Anime Loop 好 可以中間 Render幾個 畫面 看看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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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Render 就好像是 應該用其他3rd party Render出來的 沒有記錯 所以 其他3rd party Render 遲些有機會 再講 再講 GP Render 的方法 今集主要講 稍微 Recap Post Morph 這是非常好用的 以及Coff 的Simulation 如何把兩個Stage 或者多個Stage 可以三個Stage 或者四個Stage 可以用Post Morph 再加上Fall Off 去做不同的Post OK 今集的教學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要Render 可以繼續Render 記得 在Render Settings 下一個星期再見 如果對以上的教學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Facebook 或者Youtube 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可以按讚 和訂閱 按鈴鐺 按鈴鐺 每次出新影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出新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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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新影片